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5号 大家看,我这边脸整个过敏泛红还没有完全好 但是也就先这么凑合着看吧 我也懒得戴口罩了 我现在想说呀,就这几天啊 这个谣言是越来越多 我都已经懒得一一的去反驳那些谣言了 甚至于还有说什么 昨天有一个网友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 说是威廉一拳把那个凯特的脾脏给打破了 因为我昨天前天录的那个视频不是说 如果是肝脏破裂的话也不至于有性命危险吧 对吧,结果呢有一个网友在YouTube上跟我留言说 说是把脾脏打破了,所以说有生命危险 而且还说呢,说脾脏破了 医生说就需要插那个,就需要切开气管插口管 结果我一听我就心想,哎不对呀 我就特意去上网查了一下 然后我一看呢,脾脏是在肋骨里面的 然后我就当时就回复了这个网友 我说脾脏是在肋骨包围的底下的 所以如果是靠拳头打的话 除非你把肋骨打断了 那个脾脏才会破裂 那么普通的一般的家暴的话 或者一般的那个拿拳头打 或者是哪怕推散什么的 这个因为它肋骨那保护着脾脏的嘛 所以脾脏是很难破裂的 我说除非是真的说是动刀子了 而且那个刀子要穿过那个肋骨 才能够把脾脏给弄破了 结果你知道吗很神奇哦 我回完这个网友这一条以后 然后我一看,哎 怎么这条评论不见了 连我回复的那条评论也不见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 难道是 难道是那背后的势力还在买水军吗 而且这些水军还有中国人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因为如果真的只是一个 就是说被网上这些谣言传的 信以为真的一个网友 来给我留言的话 他没有必要删掉评论啊 他看到我回复他的那个 说脾脏不可能 他最多也就说一句 哦是这样不就完了吗 他删掉评论不就是为了 死无对症吗 就是为了消灭证据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里面的水很深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说过嘛 我觉得有多方的势力 想再搞这个英国王室嘛 那我说实话 我是怀疑美国那边的 一方面是哈里啊 梅根啊 还有美国的其他的势力 还有包括可能英国 也有其他的势力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他们会买水军买到中国去吗 因为那个人是用简体中文字 给我发的评论啊 大家不信的话 看我昨天3月14号的那个评论 我这里显示 上面是有13条评论的 但是那个人他删掉评论以后 现在好像就只剩8条还是9条了 因为当时他说了一条 我回了一条 他又说了一条 我又回了 我们俩的这个 总共可能 就是有4到5条 就是关于他说的 这个脾脏破裂的这个新闻 这个消息 然后结果现在 因为那条评论被他给删掉了 所以现在本来有13条的评论 现在那个 那个3月14号的那个视频底下 就只有8条评论了 我真的觉得超级匪夷所思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小小的gossip了 我们来说正经的大的gossip 我觉得吧 是这样子的 这两天啊 看到甭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里 甭管他们那几方的怎么始作 想要干什么 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Pierce Morgan 在他的那个talk show里面 talk show里面 就说呢 说他听到了关于皇室最近的事情的一个传闻 但是他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 他说但是呢 如果是真的话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 令人难以置信了 就是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脱口秀 英国脱口秀的一个主持人 现在在油管上有他的频道 他居然都这么说了 所以我推测啊 如果说连Pierce Morgan都这么讲了的话 就是说他都觉得难以置信 而且这个里面 就是王室里面 就是王室的这一些系列的骚操作 是有苦衷的 或者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比如说他也提到了 说威廉 就是威廉想掩盖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 现在这个事情的 这个局面的发展啊 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 什么家暴啦 或者说是什么 凯特要给娘家要钱啦 就是已经不是这个级别的了 我现在觉得事情已经上升到 比较严重的 地步了 就已经不再是这个小 前面的小的级别了 那么再加上我昨天的那个视频里面 也有说嘛 说那个香港的那个命令 是在2010年 也就是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 订婚的那一年 就已经预测了 说威廉在39岁以后的 这个10年 是大概率是要离婚的 而且当时那个命令 是还说了 如果威廉不离婚的话 就可能会有杀身之祸 我昨天把那个连接 已经发在我那个视频底下了嘛 所以根据这几件事情 外加上 Pierce Morgan又 讲了这些话 在他的talk show里 所以我现在 推测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是属于 就之前我还以为 他们就是两口子 夫妻俩在那闹情绪 那凯特就拒绝 执行王室的公务 就以养病为由 就说我消极代工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事情应该比 我之前推测的要严重的多 我认为 威廉王子 现在已经决定要离婚了 就是就算是在 就是一月初 凯特王妃住院 做手术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 威廉还没有 真的下定决心 要提出来离婚 那时候可能他们俩 只是还在打架争吵 就是在吵架而已 但是现在事情 闹到这一步 尤其是在 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面 英国的很多这个 正经的大牌的媒体 已经在开始报道 这个罗斯了 就是 威廉王子的情妇 已经在 大片的报道他 就说他和威廉 其实是青梅竹马 而且那个 罗斯呢 又是出生于 豪门贵族的 正经的 就是贵族家的 千金小姐 说实话 我之前 我两个月前 我做一月 一月份 我做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过 罗斯跟威廉王子 是属于 就是说 很般配的 他们的身份背景 各方面 然后家族的教养 还有这种 贵族的这种 title啊什么的 就他们说实话 是门当户队 很般配的一对 而且罗斯又长得很漂亮 比他小两岁 而且说实话 威廉 我可以这么说 威廉从来就没有爱过凯特 我可以这么讲 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凯特 他之所以跟凯特结婚 纯粹就是为了 不能说 把凯特当作生育机器吧 只能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为了图一个稳定 因为他知道凯特是那种千忍万忍 什么都能忍的那种小儿媳妇 就是不管他威廉王子在外面采息飘飘 家里红旗不倒 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跟凯特结婚的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爱过凯特 明白吗 因为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的话 是不可能第一 让他等了八年的时间才去求婚 而且中间无数次的分手 而且在他们八年当中 不仅是无数次的分手 而且他是无数次的 沾花惹草到处出轨的 就是外面采息飘飘嘛 那凯特也就是因为能忍啊 才忍到最后那一步 才当了王妃的呀 所以他们俩之间 我说的难听一点 他们俩之间所谓的这个爱情 只是凯特用来嫁给这个金龟婿 忍辱负重 然后从一个底层的矿工的外孙女 爬到这个英国的社会阶层的 最高一级的这个顶层的 这个social的这个身份的爱情 只是他做这一切的遮羞补 OK 所以我在前几期的视频里面 我有提到过 我就说凯特他就实际上 就是名利场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叫Becky 他其实就是Becky 只不过区别在于什么呢 Becky是他自己有这个想法 自己有这个愿 就是意愿 往上不择手段的往上爬的意愿 凯特他自己是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意愿的 他纯粹是被他妈给灌输的 所以我当时在那个 那几期视频里面 我有说 这个凯特和这个皮帕这两姐妹 紫藤姐妹花呀 纯粹就是被他妈妈给毁了 被他们的妈妈给一手 把这个两个女儿培养成这样子的 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 我接着说 就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英国的媒体都在大篇幅的 开始在报道这个罗斯了 就是罗斯终于第一次 开始进入到英国主流媒体 进入到英国人的 这个读者的 这个观众的这些视线里面来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号 这就是个非常大的信号 就是换句话说 我觉得目前 就事情现在闹到这个地步 我个人认为 那个威廉王子在一月份 甚至于在二月初的时候 或者是二月中旬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真的要正式的要离婚 他那个时候 只是在跟凯特两个人置气 他们两个人在 闹脾气而已 但是走到现在这一步 到了三月中旬 三月上旬和中旬的这一步 我现在基本上 从各方的这种 英国媒体还有主持人 那这些就是 包括那些烂七八糟的谣言 我就不提了 谣言我是不管的 我是从这些主流媒体的反应来看 我现在觉得 威廉王子应该已经下决心了 他应该已经下决心了 就是长痛不如短痛 他 我相信他对罗斯是真爱 明白吗 我不是说他出轨 这件事情还有理了 而是 大家要记得 凯特王妃和戴安娜王妃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是 戴安娜王妃真的是一个 天真无邪的少女 18岁 不按事实的少女 第一次谈恋爱 就被 查尔斯这个 老派的花花公子 几下就搞到手了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无辜的 清纯的少女 凯特跟他不一样在哪里 凯特是从18 9岁 甚至于他上中学的时候 就在梦想着 要嫁给威廉王子 要当王妃 我不能说凯特本人处心纪律 但是他妈妈是处心纪律 步步为营 这是板上钉钉的 全英国人民都是知道的 所以凯特今天所得到的一切 或者说失去的一切 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他怨不了任何人 就是 之前范咪咪不是有句话吗 他说 我经得起多大的赞美 就经得起多大的诋毁 这句话拿来说凯特王妃 是一点没有错的 就是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或者说是他妈帮他选的 但不管怎么样 凯特自己也是自愿的 他宁可万箭穿心 他也要嫁给这个王子 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我个人并不认为凯特王妃 这次离婚也好 还是不离婚也好 会值得同情 甚至于说 我并不认为离婚 对他是一种悲剧 相反我觉得 威廉和凯特这一对 如果现在离婚 对他们两个人 都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凯特也可以不用再 什么抑郁症了 现在网传他 什么抑郁症 精神病吗 这额纳哥吗 对吧 他也不用再抑郁症了 然后呢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从2003年开始约会 这个这个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的这个红颜 这个这个外面的各种情人 就从来没断过 从来没断过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罗斯呢 是他昏厚的 所以呢 那可带王妃可能最开始还想 那我可以忍一忍 那现在为什么不能忍了 我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这是另外的gossip了 总而言之呢 我是觉得离婚 对于他们俩来说 是 是对他们两个人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真的 而且 至于 罗斯会不会尚未 嫁给威廉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凯特和威廉 真的在近期要离婚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英国离一个婚 没有那么快的 不是说像国内 去领个离婚证就完了 在英国你正规的走法律程序 要离婚的话 至少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 罗斯 据说是从2019年 就跟他的 老公 就是那个什么 第七代什么侯爵 已经分居了 而且他也摘下了那个婚戒 就是罗斯从那以后 就没有再带婚戒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离婚 就是 那就是 两边的律师扯皮嘛 就一直在扯皮 就还没有彻底离 我要说的是呢 就是说 威廉王子就算是今天 向凯特提出 我们离婚吧 然后凯特也同意了 那他们走法律程序 也要走一到两年 所以呢 而且罗斯那边的法律程序 离婚的法律程序 也没有走完 所以我觉得 就算是威廉和这个 凯特如果 现在说 那我们都同意了 我们双方都要离婚了 然后开始办这个法律程序 然后罗斯那边 也跟他的老公 在那办法律手续 我觉得他们真的 如果说是要结婚的话 要正经的 要结婚的话 至少五到十年以后 五年以后吧 最短最短 他们要到五年以后 才有可能会结婚 不可能说 我这边一离婚 马上就取罗斯 不可能的 大家想一想 就是卡米拉 大概是在 大安娜王妃去世 十几年以后 才真正的嫁给查尔斯 然后入主这个 白金汉宫的 他当然算等的比较久了 因为他们又 故事又比较复杂 双方都有很多的纠葛 而且那时候 全英国人民都恨 都恨那个卡米拉 到现在为止 大家也都在恨卡米拉 但是我说实话 我觉得卡米拉 挺无辜的 他只是作为一个情妇而已 大家要恨 应该恨查尔斯 这个复兴汉 但是我说了 查尔斯国王 是个复兴汉 威廉王子还真不算 就像我说的 他跟凯特之间 从来就没有过爱情 有的只是 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 OK 所以呢 我个人是觉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我目前能够 猜测 或者说推测的 就是 我觉得 威廉王子和 凯特王妃这个婚 应该是离定了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如果快的话 凯特王妃想得开的话 他今年就会离 就会答应 慢的话 他最多最多拖到明年 拖个一年时间 我觉得 明年 最晚最晚明年 他们也会确定 或者说向媒体公开离婚 那如果快的话 我觉得可能 等到复活节的时候 如果凯特王妃不现身 或者说凯特王妃现身了 但是会宣布这个消息 那也是有可能的哦 所以 因为现在这个 每天的drama都太多了 你知道吗 信息量太大了 瞬息万别 但是目前 我从 这个英国的媒体 各方媒体的这种 报道和这种走向来看 我推测 威廉已经下定决心 要 彻底结束这段 他从来就没有爱过的一个女人 只是觉得他合适 的这么一个女人 他终于要结束这一段婚姻了 我觉得真的 对于他们双方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而且对于凯特王妃 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 他不离婚 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女王虽然给他留下了 三百多件 价值连城的珠宝 价值一个亿的英镑 还是十个亿的英镑 我忘了 就是全都是大科的钻石 各种各样珍贵的珠宝 但是 英国王室的珠宝是这样子的 你只有使用权 你不能拿去卖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他凯特王妃 虽然他有什么 一个多亿的珠宝 但是他也 一分钱现金拿不到 他父母娘家那里 其实就欠了两百六十万 但是他都 他都没有办法 替他们还这个债 但是 他不离婚 他一分钱拿不到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跟凯特王妃说 真要离婚了 你有好处 因为戴安娜上次离婚 好像是拿到了 好几千万英镑的 那个离婚费嘛 那这一次 所以如果这一次 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 离婚的话 我觉得凯特王妃 最少是可以拿到 五千万英镑左右的 因为威廉王子 现在的资产 我估计可能 八九千万英镑 不到一个亿的样子 就分他一半的话 分五千万 我买个自由身 对吧 因为 但是说实话 他凯特王妃 拿不到这么多钱 还单说 因为威廉王子的 这个八九千万的 这个身家里面 有一大部分 都是来自于 戴安娜王妃 就是 叫什么 他继承戴安娜王妃 给他留下的 那个四千多万英镑 我估计到现在 可能应该有 八九千万英镑了 所以这一部分钱呢 属于威廉王子的 婚前财产 但是呢 就是婚前财产 其实是不算 夫妻共有财产的 那么 比如说 他之前继承了 四千万 那么在过去 这个婚姻期间 这十几年里面呢 这四千多万 投资翻翻了 比如说 变成了八千万 那么后面 多的这个四千万 那算是婚内财产 但是这个四千万的话 我估计的话呢 那评分这四千万 凯特王妃 最少最少 也能拿到两千万 但是不要忘了 还有三个小孩 所以说 如果三个小孩 是判给凯特王妃 抚养的话呢 那么 凯特王妃 可能还能再多拿个 一千万 就是比如说 他可能能拿到 三千万左右 这是我随便 大概猜的一个数字 但是 前一段时间 我为什么说 英国媒体 现在已经开始 导向这个风向了呢 就是说 为什么让我感觉到 他们有可能会离婚呢 就是说 威廉王子 可能已经下定决心 离婚了呢 是因为 昨天还是前天 我看到 英国有一片媒体 居然在那里说 按照英国的法律 皇室的成员 他 当时我印象里面很深 他说的是 皇室成员的 这个孙子 孙子孙女啊 比如说 哈利王子 现在不是有一儿一女吗 对吧 有两个孩子 那么就算是 比如说 如果哈利王子 跟这个 跟这个梅根离婚了 这一儿一女呢 也不能交由 这个 一般来说 不都是给妈妈抚养吗 但是在英国的 这个王室的法律里面呢 就是说 虽然 比如说 哈利王子 跟这个梅根离婚了 但是 他们俩的 这一儿一女 仍然是英国王室的 骨肉 那么就 不能够由这个 他的妈妈 或者是他的爸爸 什么的 就带走了 就离开了英国王室了 而是呢 这个叫什么 监护人 就变成了 查尔斯国王 就是这个 英国王室的这个君主 就是 换句话说 这种直系的 直系的孙子 孙女辈的 监护权 是完全 属于 英国的 国王的 也就是现在的 查尔斯国王 所以我当时一看到 媒体都已经 开始在这里讨论 如果说 哈利王子 跟梅根离婚 然后他们的 这个 一儿一女的 这个监护人 会是谁 我就知道 这叫什么 罪翁之意 不在酒 他们只是 这些媒体 只是在拿哈利王子 和梅根 在打比方 实际上 相装武剑 意在建功 说的就是 凯特和威廉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视频了 拜拜 拜拜